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龙江 民众党陷入崩盘危机 从高黄安被判刑7年4个月 柯文哲自曝图利面临司法调查 最新民调显示 民众党的支持度只剩下6%了 难怪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脸书预告要考虑加入民众党 万一柯文哲出事 民众党群龙无首大权旁落 陈佩琪以党主席夫人之姿 稳住党中央 这似乎是最佳的安排 蔡碧如昨天说 她举双手双脚赞成 陈佩琪加蔡碧如 两位柯文哲身边相处最久的女人 会是民众党最强的派系吗 不过母姐会出手 救得了柯文哲的官司 跟民众党的身世吗 还是只能抢夺民众党内的权利 而且柯文哲都还没有被抓进去 蔡碧如已经在指点江山 她说鼓励黄国昌去选新竹 她符合那里的调调 这是有上对下的意味吗 民众党陷入夺权内斗 高宏安要为自己拼二审无罪 蓝白狂喊司法不公 白伟昌齐凯说 要帮王玉文筹组律师团 帮忙打二审官司 这对高宏安有帮助吗 另外机动市长谢国良今天改到百福车站直播了 为什么谢国良挑的地方人越来越少呢 朱立伦明天要去基隆顾梁 地点竟然是选在议长童子伟家的隔壁棋楼 这里根本不适合办活动 目的是警告挑衅吗 还有蒋万安 希望国庆晚会办在大巨蛋 也希望歌后江会来这边办演唱会 目的是什么呢 最近几日发展 今天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首先是民进党新美市议员周冠廷 中将哥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是立法院荣誉顾问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还有政治评论王洁明 大家好 再来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林明贤 大家好 还有前民进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在资讯媒体员王瑞德 中将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民众党面临崩盘危机 高宏安 柯文哲都有要贪污 徒利 这些问题要去面对司法 最后有可能在土城相会 那这个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琴 前天就在脸书预告了 她要加入民众党 说什么要提升党员的平均年纪 似乎是准备要操盘吗 然后蔡壁如昨天就说支持了 然后举双手双脚赞成 来先请教瑞德哥 怎么看这两位待在柯文哲身边 最久的女人 是否即将要联手进场护盘呢 首先恭喜台湾民众党 因为成立五周年 那么举行相关的成立大会 也是柯文哲的生日 恭喜为什么 我说要恭喜台湾民众党呢 因为过去台湾民众党 在高雄市场补选的时候 只得票4% 所以被人家讲4%党 从今天开始 任何人都不能再这样去 侮辱台湾民众党 因为已经不是4% 是6% 你知道吗 6%党 这个6% 你不要讲说 在黑你 这个柯文哲的太太 陈佩吉女士说 没有天良的名嘴 那柯文哲说 没有天良的这个等于媒体 所以呢 名嘴跟媒体呢 都一定只能报他们 好的 一定要报导他们 报喜不报忧 财税有天良就对了 这个是今天 那么陆委会在公布相关的 两岸相关政治议题的时候呢 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做的 不要说这是绿营的撤意 对 政治大学不是绿营的撤意 政大做的民调 不好意思 这是一间大学的选举 这个相关的研究中心啊 他所做出来的 去年同期是16.8% 他做出16.8%民众党 你去年为什么不说他不公平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他今天不公平的话 那为什么去年他做 16.8%的时候呢 你的支持度你不说他不公平 他现在只是这样 认同度支持度分别是 包括6.1% 6.2%等等 那你们应该去检讨 为什么雪崩式下滑 跌了快一成 而蓝绿都稍微有点往上成长 那读读你民众党跌那么深 那除此之外呢 那么有关于陈佩琪最近的动作 长期研究陈佩琪 我多认真看陈佩琪 他呢 他一发文 我这边就开启小铃铛 叮咚 我就把他都知道 长期观察他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老公如果没事 他可以好几个月都 好几个礼拜都不发稿 他老公一段有事 砰就出来了 马上嗅到不寻常的气息 发文就表示他老公 大事大条了 那如果发文七句百坏 大事更大条了 这一次以前都是用隐晦的方式 在批评媒体 批评名嘴 骂人家彻翼 骂人家电视台 骂人家有的 没说到这里 这次连没有天良的名嘴 都讲出来了 那么他非常的相信他的先生 而且最近的发言 发文里面甚至一个 你呛堵 说他以前是公务人员 所以不方便 我就不懂啊 公务人员为什么不能 加入政党 法官才不能加入政党 法官为了要司法公正 所以他退出政党活动 那么公务人员 能不能加入政党 当然可以啊 你只要不要利用 公务上班的时间 进行政党的推销 还是相关的活动 进行活动就没事了 所以你本来就可以 加入台湾民众党 不会有人因为这样 把你口机打平等 那么他说 还跟你抢声说 他考虑加入民众党 我就开玩笑说 那个我是党主席 我有一个党 我是党副主席 我没有党也要加入民众党 来给他党 对吧 你不要党 谁要党 像我六百年 我都加你了 你稍微应该也加你了 对吧 那刚好我就想到最近一件事 最近又来提民众党 要设副主席 然后陈佩奇又要在这个时候 加入民众党 时间太巧合 所以你认为陈佩奇当副主席吗 大家本来都会联想 这会不会是在台中的 心已经向到国民党卢宣任的 蔡壁如想要回国当副主席 因为上次已经吵过两次了 这次第三次 蔡壁如 没有 嘴禁被脸书被骇客入侵 所以没有 这没赢 他没 那很奇怪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佩奇说要加入民众党 这个时候民众党又有人说要当副主席 大家会联想说 本来是以为说 万一主席有事 副主席带蔡壁如来带 蔡壁如说他没有意愿 柯文哲也说没有听到 如果是佩奇来 这时候冒出了陈佩奇 他当副主席都刚刚好而已 对 对不对 他当副主席不是刚刚好 人家开玩笑说 那柯妈呢 柯妈不是 柯妈皇太后 你放心 因为柯文哲他们家三部曲 像这样 柯文哲先乱讲话 话从他嘴巴讲出来 惹祸了怎么办 没办法收拾了怎么办 另外一个新闻又盖不过去 鲨鱼理论没有用 这时候你们太太就出场了 太太出场还没有用的话 最近你可以发现 她太太出场没什么用了 柯妈就出来了 搞不好出来哭了 我问题啊 明明是老是老 又来了 又来了嘛 对 每次都有母解会出来救援 都老年人 每次都靠母解会 都要靠这个来救嘛 对不对 所以会不会跟这有关系 我不知道 不过我很疑惑的是 陈佩吉你要加入民众党 你就加入啊 你今天加入也OK啊 我很害怕吗 我会害怕吗 国民党会害怕吗 民进党会害怕 谁会害怕你加入民众党吗 除了一个今天 出来讲说 如果陈佩吉如果加入的话 他一定会非常高兴 太棒的蔡壁如 我看唯一可能害怕的是他吧 我觉得 我怎么看都觉得 蔡壁如想回中央嘛 民众党现在内部有一大派 听说对黄国昌非常反感嘛 黄国昌因为他 你看十万个人 十万只青鸟 可以直接在立华院外面 骂他伪君子 专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人 可是就把十万个人 就把民众党的 十%自质率跌光了 对 那老板全部赔光了嘛 所以呢 事实上呢 我们最近民众党的新闻太多了 又有发言人不胜碧潭落水 又有发言人被判十五万 等于说毁谤人家要赔 民众党自己的内部风暴 茶壶里的内部风暴 已经使这个政党 还没有选举 就已经炸成一团了 的确民众党现在内部的情况 我真的觉得太戏剧性了 因为这个陈佩奇呢 这个想要加入民众党嘛 那因为现在民众党这个风雨飘摇 党主席柯文哲也有可能 面临司法调查嘛 所以这个陈佩奇 如果以党主席夫人之姿 进到民众党 那民众党谁敢挑战他呢 冠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 因为这个柯文哲都自比为 常常自比为皇帝嘛 如果党主席旁边 占了一个副主席是陈佩奇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皇帝家长皇后入主民众党 母姐会要来救驾柯文哲了嘛 因为民众党现在内忧外患 柯文哲权力真的可能不保 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叫做 后柯文哲时代来临 不好意思 不是要助衰你柯文哲 是真的状况就如此嘛 为什么我讲内忧外患 内忧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有谁能够保证柯文哲的图立罪 没事 对 中小平都要滚钉床了 大家赌很大 没有人能保证状况底下 假如依照目前民众党的态势 柯文哲一出事 直接夺取民众党权力的人变谁 黄国昌嘛 所以你看到这个局势发展到现在为止 两个关键的女人出现了 一个是蔡壁卢 一个是陈佩琪 再加一个柯妈妈 就是柯文哲身边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过去当陈佩琪或蔡壁卢声音很大的时候 都是民众党跟柯文哲发生重大危机的时候 举例上一次陈佩琪 大量的po文 大量的表现自己的时候 是什么时间点 蓝白和破局的时候 所以柯文哲有难 陈佩琪会挺身而出 这是他们家的一贯的手法 那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土利罪可能有事以外 民众党现在面对的是 人民现在厌恶跟讨厌这个政党嘛 你今天会搞到民调 在政大新的民调当中 这个是陆委会委托政大做的 例行性的民调 每一年都会做 民众党我们今天看到的标题叫做说 剩下6%对不对 6%的民调是什么意思 2023年同一个机构做的民调 民众党有16% 16%剩6% 直接掉了10个百分点 大跌10% 其他两个政党都是往上升 国民党在同一份民调 从12%变成19% 民进党从26%变成35% 大家对%数没感觉对不对 我换算成总统票数 柯文哲这次总统大选拿369万票 得票的比例是大约25% 剩6%是什么意思 柯文哲如果以现在民众党的民调去算 柯文哲的支持率支持度 现在剩不到90万票 从369万票剩不到90万票 这个是腰斩再腰斩再腰斩 雪崩 所以现在柯文哲真的面对一个极大的困扰 好 最后要讲 所以柯文哲应该是 就是陈北极应该大概了解这个状况 然后蔡壁如也知道了 所以现在两个人有可能来联手 赶快进入民众党中央 来稳住整个民众党的权 因为担心怕柯文哲大权会旁落 对 那因为柯文哲他如果真的 无论是土地罪有状况 还是民众党真的变成弱势领导 最后的结果就是 黄国昌大权独揽 今天陈佩吉跟蔡壁如两个人进到核心 围堵的人就是黄国昌 我就是要让柯文哲系统 还是有办法维持民众党的意志 所以出现了几个新闻 第一个新闻 蔡壁如什么时候突然变成这么大声 然后讲说 有可能会多设一个副主席 民众党要设副主席给蔡壁如当 如果此事为真 民众党现在没有否认 那要制衡的是谁 不就是党团总召黄国昌 再来陈佩琪入党是自为关键 陈佩琪他有可能入党的声明 写的内容说真的经不起检验 今天陈佩琪讲说 我可以公开帮候选人站台 不好意思 你不入党也可以站台 今天我说真的大家都选举过 今天不是民众党的 反而你站台力道更大 无党无派的陈佩琪 帮你站台 比民众党的陈佩琪帮你站台 有价值吧 我连无党籍都可以争取到 你今天为什么要入党 只有一个原因 不会有人没事入党 入党只有一个原因 一个党风雨飘渺之际 对于政党给予温暖给予鼓励 第二个就是 你准备要有党职要选举 应该是要实质要拿权力 对不对 就是要选举 无论是选党职 选公职 我需要有民众党的身份 所以我认为整个民众党在迎接 后柯文哲时代 对 因为我们来看看 陈佩琪跟蔡壁如 他们跟柯文哲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柯文哲身边 相处最久的两位女人 易三兄 怎么解读这两位 因为蔡壁如跟陈佩琪 应该是旧事相识很久了 对不对 他们的关系会有不好吗 就是说两个人是不是 强强联手 母姐会要双双联手 这个先讲阿伯出事了 夫人入党 雪堤子救驾 我还为什么这么讲 不要忘记了 今年是民众党五周年 他的生日八月六号 就是柯文哲的生日 所以他标准的叫做 柯文哲的一人政党 但是柯文哲已经开始发现 自己在司法五大案也好 三大案也好 都有可能出事的时候 他开始做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叫修改党规 我之前就分析过 所谓的修改 所谓的纪律评议裁决条例 让所谓的一审判决 就要开除所谓的起诉 就要停决这个规定 变成党主席随时视情况而定 但是说视情节轻重 对视情节轻重 视谁情节轻重 中平会 中平会就是柯文哲嘴巴里面 谁家的狗带回去的中平会 也就是说柯文哲怎么样视情况 就怎么样视情况 所以他最近为什么不断地帮高宏安讲话 其实你把高宏安讲的话 把高宏安这三个字改成柯文哲 就已经为自己在讲话了 不是吗 他已经为自己的可能会被起诉 可能会被一审判决有罪 在铺路了嘛 所以党规一定要改 一定要视情况而定 否则一听权 那党主席就不用干了嘛 这第一点一定要修改党规 修改纪律评议裁决条例 第二个叫做增涉副主席嘛 为什么 我还是有风险啊 我如果真的被逗倒了 党主席不能做了 我总不能让这个党被黄国昌拿去吧 所以想到另外一个人嘛 叫做蔡壁如嘛 雪滴子回来救驾嘛 为什么我这么讲 因为最想要柯文哲下台是谁 不是张艺善啊 张艺善有柯文哲 有通告费可以领啊 重点是那八位立委 两年条款 他们想要变成四年 之前秘书长终于秀不是都讲了吗 立委对于两年条款有意见嘛 这如果柯文哲不当党主席 他们就可以偷偷的把两年条款 改成四年嘛 所以这八名立委 实力派的立委 都有可能希望柯文哲 如果你被起诉了 如果你被一审判决有罪了 你最好下台 我可以继续做立委嘛 所以柯文哲当然不相信这八起立委 相信谁 相信不是立委的蔡壁如嘛 所以蔡壁如做这个副主席 他最放心嘛 另外就是代夫出征 为什么我这么讲 因为之前我帮柯文哲 想了一个slogan 就是当选过关 落选被关 有可能还没选就已经被关了 所以他必须有一个人 代替他巩固他的台北市 他或者新竹市 他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政治影响力嘛 这个人是谁 就是陈佩奇嘛 自己的老婆啦 最能信任了 台北市选台北市 就可以代夫出征平反冤案嘛 因为都是台北市议会搞的 都是钟晓平搞的嘛 都是你们国民党这些人 搞火害我要被关嘛 所以我叫陈佩奇选台北市长 我就可以透过平反冤狱 这个是冤案 我没有土力 我有犯法吗 我只有土力 我有犯法吗 这不是柯文哲说的吗 他叫陈佩奇 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台北市民 就是台湾民众党的台北市党部 在8月4号要办所谓的电影欣赏会 不是找柯文哲 找陈佩奇去 所以已经布局好了嘛 他起手势嘛对不对 副主席蔡壁如 台北市长有可能就是陈佩奇会代夫出征嘛 对陈佩奇已经在暖身了 不要忘记了 柯文哲现在只要去巡视党务 各地的活动都会带陈佩奇 有人说他已经准备把这个党交给陈佩奇 或者是蔡壁如嘛 那主持人问我说 陈佩奇跟蔡壁如相处30年好不好 我都说了 这叫后宫真凡传 后宫真凡传传 不是真凡传 不是真凡 是真凡 很凡很凡的真凡 那么斗了二三十年嘛 后宫有谁 有太后 有皇后 有大太监 就这三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 其实就是后宫真凡传嘛 所以民众党党内不仅有后宫真凡传 民众党有四大派系 两大路线嘛 四大派系叫柯家天下 柯家天下 三三党嘛 不要忘记这些所谓的部分区立委 当初都是黄三三所掌握的这些人嘛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火龙果立委 麦玉珍啊 都是所谓的黄三三当初所谓征选来的 这些部分区立委嘛 所以叫做三三党 国昌声量 因为现在民众党的声量最高的 还是黄国昌嘛 叫国昌声量必如雪滴子嘛 所以这个四大派系 未来会如何合纵联合 还有两大路线 因为就是黄三三代表的 要走出自己的路 就是亲民党的路线嘛 因为过去亲民党 长期以来就是不愿意跟国民党合并嘛 但是另外一条路线就是蓝白河路线 它代表就是蔡壁如的主张嘛 蔡壁如现在跟卢秀燕 在卢秀燕做所谓的在蓝白河的示范区 台中市做得很好 他也希望能够蓝白河 他未来可以在台中市继续发展嘛 甚至在总统这一局都放出丰盛 未来是卢柯配或柯卢配嘛 这些东西都是蔡壁如所主张的所谓蓝白河的路线 而蓝白河的路线跟所谓蓝白分的路线 未来这两大路线都会导致他们党内四大派系的纷争 而现在只剩下6% 我要讲的是说 这四大派系原本叫做选举后他们叫20% 腰斩在腰斩 谁跑掉了 第一个冲粉先跑掉了嘛 黄国昌本来带来5%的时代力量的支持 这部分因为黄国昌在国会的表现 不断的跟傅昆琦跟着走的情况下 这5%先跑掉了 另外小早跑一半嘛 这几天高宏暗暗 再加上柯文哲自证所谓的土利罪 这些小早全跑光了嘛 所以剩下的6%其实就是深蓝 甚至是小粉红的支持 而这6%到底还容 可不可以再承受得起 你们四大派系两大路线的内部斗争 我觉得他们会越来越 往4%的方向靠近 这个易三一分析 大家也知道民众党的各派系 这个已经是越来越清晰了 特别是陈佩奇跟蔡壁如 如果入主了党中央 母解会的互夫大使的派系 是不是正式的浮上台面 所以3Q怎么样来解析这个状况 陈佩奇诸首就得了柯文哲 还是只是在党内夺权 为什么民众党胜6% 今天如果有一场拔河比赛 不是左边这队影 就是右边那队影 不会有绳子赢的这件事 那民众党在 真的让他们有巴西立委 有一个第三大在野党的 其实2020就是了 比较大 的